Suzuki Safety Support 各位客官大家好 我是張旭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就是 Suzuki小改款的Vitara 那Suzuki小改款的Vitara車系 在國內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它就是在1.4Turbo車型上 全數都搭載了Suzuki Safety Support 這套主頭安全系統 那相信大家很好奇 Vitara的ACC如何在低速的時候作動 STOP&GO這樣的功能 因為它採用的是傳統手剎車 跟我們平常所看到的一些車款 是採用電子手剎車加上AUTOHOPE 這樣的一個組合不太相同 那另外AEB系統部分 其實Vitara小改款的發表會上 原來上有溝通說 國內版本跟國外車型有所不同 跟Jimmy的狀況很類似 它的行人偵測部分 是只有溝通包含警示的功能 那沙停部分沒有進行溝通 那原廠表示 是考量到國內行車環境較為複雜 所以針對行人偵測 有進行弱化的設定 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拿到Vitara車主手冊 我們看到裡面也詳載了 包含行人偵測的一些條件 那我們詢問原廠他們表示說 這些條件主要是針對海外車型的規格 那國內版本的Vitara 究竟針對行人會不會警示 甚至沙停 我們今天也會一定來進行測試 我們今天也透過試駕 這款S.O.GRIP91萬的頂規車型 來替大家做一個測試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Vitara這套ACC系統 它在有前車的狀態之下 它的作動速率是 時速1公里到160公里 那在沒有前車的情況之下 它只是可以從時速40公里以上 進行操作 那它這套ACC系統呢 它還包含了Stop&Go 低速這樣的功能 所以它在日規部分 是有溝通程式全速域的這樣一個系統 那跟台灣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這一套ACC系統 要如何去做操作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 它這邊盤幅右側 這邊有個Limit跟Cruise 那下面的Limit是限速功能 我們要使用ACC的話 要按上面的Cruise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透過旁邊的加減 你要先按減SET 按下去 就可以設定成你當前的目標時速 那它最低的速度是40公里 那透過上面的這個 車子這個圖案 可以做循環操作 去控制它的車距 那它的車距有三段的一個功能 可以做個切換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在低速 如果遇到前車 靜止狀態兩秒之內 會不會跟隨前車繼續往前走 這樣一個STOP & GO的一個 作動功能 我們看一下 現在前面的公路車 已經慢慢接近減速了 好 它已經靜止了 好 換我靜止 好 靜止 看 兩秒內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 都會直接跟隨前車 繼續往前進 我不用做任何的操作 也不用操作油門 或者煞車 它都不用 它會直接跟著前車往前走 好 那我們現在模擬一下 如果前車靜止超過 至少兩秒以上之後 我們看一下 Vitara這套ACC系統 我們要去如何進行一些操作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一樣 我們現在是 最低的定速40公里 那看一下前車 靜止 好 現在靜止了 好 有沒有看到它有個警示 要我去踩煞車 那它超過兩秒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低檔 乳形的一個狀態 我這要自己去踩住煞車 然後去避免跟前車做一個碰撞 那當前車現在離開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放開油門 在時速1公里上就可以按下這個resume 它就可以回到我原本剛剛設定的這個40公里 繼續跟上前車 那這個狀態呢 就可能是你在 可能比方說市區啊 或者是高速公路 那個涌塞比較久的時候呢 你就要進行這樣的操作 然後來避免說它的 它的stopping功能已經解除掉了 然後你沒辦法 恢復這樣的ACC的一個系統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Vitara的AEB系統 那其實它只有針對車輛的部分有做溝通 行人的部分它沒有做一個溝通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說 那Vitara的AEB到底針對行人 是不是能夠作動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好 我們現在 踩行的是時速30公里滑行的這樣一個狀態 我們看一下喔 好 其實Vitara這一套AEB系統呢 它是透過上方的單眼攝影機 去進行中距離以及長距離的偵測 以及下方的這個雷達感應器去偵測 比方說夜間還有短距離的一個偵測 不過很可惜的是 國內的Vitara車型沒有針對 行人殺停的輔助做一個溝通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進行測試的時候 其實是有撞到愛比的 好 那另外呢 在ACC系統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次有溝通包含像全車速 或者是STOP&GO這樣一個系統 那它的狀況比較特別是因為 它採用的是傳統手煞車 所以它在靜止兩秒之內 它會做一個煞車夾住的動作 可是超過兩秒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透過踩住煞車 然後你要再前進的話 就要重新按一下那個ACC的系統 這是跟我們平常熟悉 有些車款全速域的話 它是搭載那個電子手煞車 加上AUTO HOLD的車型是比較不同的 所以你在低速一些 涌色路段的操作的部分 會比較多步驟 好 另外呢 其實像SUZUKI VITARA 它這次也導入了包含像 LDWS 車道偏離警示 以及盲點偵測等等 SUZUKI SAFETY SUPPORT 這套主動安全系統 其實配備相當豐富 那就集聚來講 它其實也是相當一個完整的一個戰力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國內沒有導入像是 國外車型有一些 車道偏離輔助這套系統 就是會去針對方向盤進行轉向這個動作 這個部分國內是沒有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有關於外觀 內裝燈等的介紹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鷹凱之前所拍攝的第一印象影片 那裡面都會有詳細的解說 好 我是張旭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1 1 2 2 2 3 2 3 1